2月13日下午,荷兰郑州,一辆公交车行驶到北三环电厂路公交场区内 乘客们陆续下车后,一位女乘客锁捧鲜花走向车长领航 要车长的联系方式,车长直接拒绝了,并表示自己已经结婚了,有小孩 还将手机里契爱的照片给女乘客看 随后女乘客放下鲜花并下车离开 2月10日,加拿大,有一辆出租车被困在了雪地里 一辆SUV停在出租车后面 一个小哥躺在两车之间,充当两车的连接器 就这样推动出租车 近日,美国一名七岁男孩小鲁道夫·英格拉姆 在当地的一场田径比赛中,白米跑出了13秒48的成绩 打破了美国8岁级以下,拦着主白米赛13秒69的记录 据英媒报道,他的前60米成绩已经达到了8.69秒 只差布尔特1.5秒 好快啊,又到了机身洗脑环节 好快啊,又到了机身洗脑环节 好快啊。